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8月25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首先是来自路透社的独家消息 七位业内人士透露 中国的一些国家支持的金融机构 正在抵制北京要求支持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的呼吁 原因是帮助这些地产公司的风险实在太大 将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造成影响 也就是说这些房企实在是太差了 北京已经下了命令 银行还是不想帮 知情人士说 除非中国政府有明确的财政支持 否则这些国企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 就不想承担潜在的损失 对与地产商合作持谨慎态度 两位消息人士还说 最近几年银行因为贷款和投资决策失误 而被当局追究责任的情况越来越多 这也是银行现在不愿意帮助地产行业的原因之一 万一帮了之后有什么问题 谁也不想承担责任 自2020年夏天以来 由三条红线带来的重大转变 大幅削减了地产行业的过渡杠杆 导致一批开发商现金紧张难以还债 最终项目停工造成烂尾楼 这些麻烦吓跑了本来想买房的人 房地产投资房屋销售和新建筑都急剧下降 上周路透社报道 随着房地产行业债务危机的恶化 中国银保监会正在对一些本地和外国的银行的房地产贷款进行审查 以评估中国的系统性风险 两位消息人士说 中国当局在最近几周举行了多次的闭门会议 会议期间 鼓励银行和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其他金融机构支持开发商的筹集资金 只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布死命令 而中国的银行普遍不情愿的情绪表明 北京在帮助房地产方面面临的选择有限 两家国有银行和三家国家支持的资产管理公司的高管都表示 尽管他们收到了几轮监管的口头指示 叫他们支持房地产行业 但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他们还是一直在抛售其持有的房地产债券 根据路透社对国家统计局数据的计算 7月份中国银行向开发商发放的贷款同比下降了36.8% 同时开发商从离岸债券市场筹集到的资金大幅下降了200% 但是7月份在岸债券发行量比6月份增长了4.2% 达到320亿元 本月发行量最大的企业主要是国企或是部分由国家支持的开发商 比如说中国万科和中国经贸 上周我们也报道了 中国政府将为少数民营企业发行新的在岸债券提供担保 这一消息一出 开发商的股票价格和他们的一些债券出现了一些反弹 预计在岸债券的发行将会增加 龙湖集团本周二宣布发行15亿元人民币的债券 预计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 中国的金融机构通常是这些新债券的主要认购者 然而这一次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希望购买新的债券 即使是那些资产负债表相对较好的开发商 一家由国家支持的资产管理公司的信贷分析师说 我们无法承受到期前的波动 它将扰乱我们的账目 这位分析师还说分析已经不起作用了 因为悲观情绪已经笼罩了市场 市场已经觉得任何与房地产有关的东西都是不能碰的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是中国四大国有布料贷款管理公司之一 其任务之一就是要查看一些停滞不前的房地产项目 但是参与决策的一位内部官员表示 华融已经放弃了许多地产项目 他们说我们至少要保证能够得到一些回报 他还补充说 银保监会将在本月访问华融 以评估房地产的风险 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可以说在近十年 改变了中国多个重要的经济格局 习近平在成为国家主席之后 重塑了中国的主要经济决策机构 中央财经委员会 并且打造了习近平经济思想 在英文中也出现了一个新的词 叫做economics 因为经济学叫做economics 那么习近平式的经济学就叫做economics 那么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取得了18%的GDP增长 距离美国更近了一步 但是习近平的经济理念 也导致了教育游戏科技等 私营企业的一夜之间的崩溃 房地产开发商的集体违约 以及最近的清零战略导致的经济一蹶不振 人民币贬值等等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 在过去十年中改变中国经济格局的 七项最重要的习近平式经济政策 首先是2013年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 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57个国家的非金融类 对外投资同比增长了14.1% 在2021年达到203亿美元 但是一带一路也让中国背上了债务陷阱的骂名 第二是在2013年三中全会闭门会议期间 发布的改革文件 首次提到了市场原则将在经济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次会议上 改革蓝图首次详细说明了 到2020年要实现336项具体任务 包括建立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财政改革 首次上市股票注册机制和金融开放等等 所有这些当时都激发了人们 对轻市场改革将会继续下去的期望 而今天看来 改革文件中的一些最容易实现的任务已经完成 但是许多关键任务最终还是被搁置了 第三个重要的经济政策是2015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 新常态强调的是质量而不是经济扩张的速度 它淡化了国内生产总值 集中精力要解决债务上升和影子银行猖獗等问题 当时北京引入了供给方的结构性调整 包括解决工业产能过剩 监管房地产市场和去杠杆化 改革导致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 约1.5亿公吨的落后钢铁产能和数百万吨的铝合玻璃产能 从经济中被移除 北京还努力缩小影子银行的规模 并且化解埋藏在地方政府融资工具中的各种金融风险 同时政府采取措施 想要重塑房地产行业 提出了房子是用来住的 而不是用来炒的这一概念 金融监管机构随之也就设定了三项贷款限制 也就是所谓的三条红线 到了2016年下一个重大政策 就是国有企业要做强做大的口号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一直是中国市场经济的骨干力量 但是习近平誓言要把它们再做强再做大 习近平说国有企业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和政治基础 是共产党统治的关键支柱 因此必须要把它们建设的更好更强更大 并且补充说国有企业的作用不能被否定也不能被削弱 加强国有企业的重要性引起了人们对私营经济未来的担忧 第五个习近平的重要经济思想就是双循环战略 双循环战略强调了内部和外部流通 但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几十年来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的转变 为未来十五年制定了一系列新的目标 该计划更加注重国内市场或者说内部流通 是中国对日益不稳定和敌对的外部世界的战略适应 在未来中国将会减少出口驱动性增长 或者说对外部流通的依赖 同时习近平要求中国自力更生 以对抗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第六个重要的经济思想就是在去年我们不断听到的共同富裕 习近平要求更加公平的分配财富 作为下一阶段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共同富裕标志着对几十年来追求快速经济增长的转变 快速的经济增长 让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 但同时也加剧了不平等 习近平的目标是改革收入分配 是中产阶级占到中国财富的大部分 习近平否认这是劫富济贫 但是对大科技公司的打击 加剧了对私营经济和企业家的担忧 削弱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 而最后一条就是动态清零战略 这一条我们就不用再赘述了 其效果和结果我们都有目共睹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集团阅